花蓮縣文化局響映教育部及國家圖書館推動的台灣閱讀節 11號下午在文化局前廣場舉辦了110年台灣閱讀節 書香嘉年華的活動 吸引了很多愛好閱讀的民眾帶著小朋友一起到場 享受快樂閱讀的多元氛圍 花蓮縣文化局所辦理的110年台灣閱讀節 書香嘉年華活動 11號下午在文化局前廣場熱鬧登場 現場除了有閱讀繽紛市集和各種特色攤位 還設置了多元族群特色專區 吸引不少家長都帶著小朋友一同到場 享受快樂閱讀的多元氛圍 那只有不斷的透過閱讀 不斷的透過學習 從0歲到100歲都保持著這個學習的心 我們才能夠跟這個世界保持的接軌 那這是我們每一年舉辦閱讀節 把大家齊聚在這裡一起探討整個學習的方式 可以有怎麼樣不一樣的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那未來我們文化局的圖書館也秉持著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只要有需要不管是宅配到家 行動書車開到你家 用各樣的方式將所有的書 將閱讀的資料 將閱讀學習的方式 都送到大家的手上 活動中文化局也特別頒發了 俗鄉花蓮文學獎 兒童繪本縣長獎 集由圖書館 全縣借書王 求押基金會獎學金 圖書館志工表揚等等 希望藉由活動辦理 點燃民眾對於閱讀的熱情 也建立起台灣閱讀節的獨特品牌 讓世界看見台灣深厚的文化內涵 記者 徐黎晴 花蓮詩報導